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斯住所的一名雇员打开包裹后发现疑似爆炸装置的东西 于是将包裹放在林地内随后报警 报导员以一名未居民的执法官员称 装置并没有自行爆炸 而是由炸弹小组的技术人员引爆 当地警方已将此案展交给联邦调查局FBI 不过FBI没有对此立即回应 报导还提到发现爆炸装置时索罗斯不在家中 针对这位世人褒贬不一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他是英国留欧派背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 去年基金会捐赠了40万英镑给英国反退欧组织 索罗斯还常常公开批评美国总统川普 今年6月主张全球主义的索罗斯 痛批持美国第一立场的川普 说他是一位超级自恋狂 认为川普最终将为了自恋而愿意毁掉全世界 报导还指出索罗斯是被极右翼组织盯上的目标之一 以上是为您带来的突发快讯 更多后续消息尽情锁定民进电视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